要什麼 明白色是招牌原味 粉粉的則是紅豆口味 南門市場老牌松糕 才剛出爐 來不及等散熱 就立刻被包裝入袋 因為看看後頭 還有一整排人龍 再等它 我等了差不多有 15 20分鐘 現在只剩下 有什麼就買什麼了 我是從高雄過來的 有聽過 所以第一次買而已 看人潮 在跟著牌 對 逐顧回舊 新客長鮮 這款上海松糕 從排隊人潮就職到人氣 永多旺 還是蔣宋美齡 生前最愛甜點之一 在地飄香76年 如今傳承到第三代 但光比歷史還不夠 來到南門市場 隨便問一家 各個大有來頭 其中還包括這一家 經典總統縱 當家的是這位 高齡90歲的 中家女主人 跟我媽媽 我們是家先隔味 刀地古早味 現在人包不到 這種味道 我是刀地古早味 因為奶奶是大陸來的 甜味料都是大陸口味 來自上海的中奶奶 把醬油按比例 調配原諾米和梅花豬肉餡 包成一顆顆家鄉味 還曾受前總統嚴加幹清點 讓中奶奶家的胡州粽 一炮而紅 他說怎麼那麼好吃啊 那後來他就問啊 問啊 他就講說 又訂100個 他要送人 小小粽子一賣就是一夾子 撐起整個家族 而受到前總統加持的 還有這一家 看看喔 這個雞魚是我們來店必點的喔 這一道功夫菜 蔥烤雞魚 別看它黑黑外表 裡頭藏的是醬油 燜燒過的好味道 還有這一個 炸過再爆炒的乾扁四季豆 都是前總統馬英九 跟酷酷嫂周美青的愛菜之一 不光熟食 經過密封包裝的精華火腿 還有鹹魚 也是當地著名美食 沖著名人光環 南門市場 每道都是經典 越傳越香 靜新聞 吳雅廷家瑋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